杜海涛口污酿造直播事故,或将被封杀 畅想未来,丽言为证 本期,丽言,关于明星,让我们一起预测下当红主持人杜海涛因为一次小年夜的口误,会不会对她的职场生涯造成影响呢? 湖南台小年夜春晚刚过,但万万没想到,众星云集,结果最后最大的新闻点竟然是杜海涛口误 在直播过程中,杜海涛将金主交通银行念成了招商银行 一本震惊的碑,特别是有着110年历史的招商银行,何久当场杀眼,当即重复了一遍银行名称提醒杜海涛 结果杜海涛离也不理直接继续念后面的广告词 这次时间一出炉,杜海涛立马登上热搜榜榜首 我个人认为,杜海涛这是要难了呀 首先,这可以体现出杜海涛作为一个主持人的专业能力 但他这次表现失误之后,整个人瞬间慌乱,拉着何久的袖子连说,哎呀,哎呀,完了完了完了 此时观众和金主爸爸大概都是黑人问好脸吧 作为一个专业的主持人,念错词不说,但对这种事故完全不具备最基本的处理能力,单看专业素质就已是差强人意 出错之后,直说完了完了完了,全靠旁边的何久和良田帮你圆场 海涛你算算自己主持十几年了 出错了不好好补就只知道拉边上人袖子是想要干吗 大家也知道,杜海涛自主持大赛亚军出道以来,在主持方面除了在快乐大阪营里卖蠢,其他方面几乎毫无见数 除了女友沈孟辰,杜海涛体重以外,几乎是毫无记忆点 负面新闻也一直不断,比如他在一次颁奖典礼上,向韩国艺人全治龙下跪 这种非常不妥当的行为被网友质疑后,杜海涛还用自己的小号说分话辱骂网友 种种行径,让人无话可说 当然,现在存在一种现象,明星人品差能力低配吧 但是仍然能够凭借粉丝走黑红路线 单独海涛毕竟是一个主持人,大家可以类比一下业内的相似势力 2012年,朱丹以浙江卫视一姐的身份加入湖南卫视,业界瞩目,备受器重 结果第二年在他主持中国最强音时,错把节目互动号码爆成了前东甲浙江卫视的 湖南卫视说了不会雪藏朱丹,但口误风波确实严重影响了朱丹的职业发展 上升期被迫中断,主持完中国最强音后,朱丹拍了一年的电视剧 2014年在主持,接的是湖南卫视某鸡类户外闯关节目 再后来,他就跑江苏卫视去了,最后直接转型演戏了 这类口误事件本就对主持人的职业生涯影响非常严重,更不用说杜海涛这次的表现更加糟糕 不仅口误,而且事后的应变能力几乎为零,整个人在台上就是慌乱无措状态,全靠边上同时原场 实在是让人忍不住想起那个唯秘就赏,摔个大马哈环全程笑场的西梦瑶啊 一次无能,终生不用 让我们点拨一手梁梁送给杜海涛,或许他在主持业的生涯,即将到此为止